名副國小舞蹈班的孩子們 在舞台上翩翩起舞 中國風的舞蹈充滿了飄逸感 一點都難不到這些孩子 新竹市名副國小的舞蹈班 頗腹盛名 是愛跳舞的孩子 最重要的培育搖籃 最近名副國小 與同樣以舞蹈班出名的 御賢國中合作 舉辦第一次的兩校舞蹈班 教學成果聯合演出 舉辦了第一次 第一屆名副國小 以及御賢國中兩校舞蹈班的 教學成果發表 那今天真的非常難得 你們可以第一場就參加 這樣的一個欣賞 真的非常的幸運 我們再給等一下要表演的 所有的合唱團以及舞蹈班的 大歌的大姐們 也會熱情的掌聲 看完名副舞蹈班的演出 御賢國中舞蹈班的第一場表演 同樣也是中國風的演出 展現更加優雅更加撫媚的動人舞姿 看得出來歷經更多年的訓練 御賢舞蹈班的孩子有了更成熟的進步 所以當我們御賢國中跟明副國校 我們的舞蹈班有這樣子的一個交流的機會 今天我們的御賢國中的孩子們來到這個地方 其實呢是要幫我們提示 我們在國中的舞蹈課程裡面 每個禮拜我們有八節的舞蹈課 在這八節的舞蹈課裡頭 我們學的是什麼呢 就在今天的這個展演場合 來呈現給大家 新竹市明副國小與御賢國中舞蹈班 是新竹市知名的藝術才藝班 許多學生從明副畢業以後 繼續到御賢國中延續舞蹈教育 也因此兩校舞蹈班就跟姐妹一樣有著深厚感情 明副國小校長胡如茵也希望藉由這次的聯合展演 讓兩校攜手合作 打造更好的舞蹈學習環境 凱布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